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现在开自动挡汽车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自动挡挡板下方位置的英文字幕也是千怪不怪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每个挡位上面的英文字幕是对应的什么功能 但是你真的知道这些英文字幕是什么意思吗 P Parking 这个词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因为不管是在停车场还是在路上都会经常看到 档位上的P也就是英文驳车的意思 这个档位我们就叫做停车档 要注意的是车辆一定是要在完全停止行驶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个档位 不然就会对变速器造成不小的损害 R Reverse 这个单词翻译过来就是倒退的意思 对应的就是倒档 这个档位也和停车档一样 在车辆未完全停止的时候 是万万不能强行转到倒档的 N Natural 大家都知道这是空档 但是它的英文单词估计能说对的也没有几个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中立 用它来标注空档飞船的形象 因为空档的时候 档把确实是直直的立在中间的 这个档位最常使用的时候就是被拖车的时候 D Drive 这个单词就简单多了 就是前进行驶的意思 上车点火挂低档 行驶起来只需要用油门控制行驶速度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S Second Gear 很多人以为这个档位是运动档 那想 D档和L档之间的这个字母对应的并不是Sport这个单词 而是二档的意思 也就是低速行驶模式 这个档位主要是用于需要慢速起步的时候 例如行驶在湿滑的路面上 低速起步防止轮胎打滑 L Low 这个英文字母的意思是低速 也就是低档速行驶 行驶在斜度和长度很大的斜坡上时 可以挂在这个档位 可以防止长时间踩刹刹车片 使刹车片过热加大发生危险的几率 M Menu 也就是手动档的意思 可以体验一把高速的激情 相当于运动档 但是既然会开自动档的汽车 那都是有些麻烦的人 也大多不会去使用这个档位啦 看完了这些是不是很长知识呢 记牢了 说不定下回泡妞用得上哦